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变,就只能做穷人 很多人出来工作,都是一种态度 钱给多就多干点,否则就少干点 结果十几年以后,才发现自己毫无长进,碌碌无为 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只能等着被淘汰 这是为什么,其实这不是社会的残酷 而是自己的态度淘汰了自己 所以有一些道理,我们必须要明白 一,要干就好好干,不想干,早点滚蛋 要明白,在任何一个位置混日子 迟早会有人拿你开刀 如果总是这种态度,那么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被淘汰的那一个 一混日子,最终日子会让你变废 二,别把你的老板当傻子 他装傻不等于真傻 其实你的那些小伎俩,他早就比你耍得专业几百倍 不然他也坐不上那个位置 对你严厉的领导,才是能让你成长的好领导 三,别老是抱怨自己工作有多苦 苦了这么久,还没有解决办法 只能说明你不是智商有问题 就是情商有缺陷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没人会在乎你苦的过程 只会看到你得意的结果 不想做的事,总会找到借口 真想做的事,总会找到方法 四,对工作言出必行 如果每次放空炮 还有谁会相信你能做好 凭什么有工作机会要叫上你 凭什么要给你高工资 对自己狠一点 五年后,你将会感谢今天发狠的自己 五,不为失败找借口 你的责任就是你的方向 你的精力就是你的资本 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 你就是专家 八,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你就是行家 重复的事情用心做 你就是赢家 六,别以为自己很牛 真要觉得自己很牛 就拿自己的本事出来给人看 这比你吹一万次牛 更有说服力 也更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七,少拍马屁 多干实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都是同行 你有没有实力 难道别人看不出来 再想再爽的马屁 也顶不上用实力 去证明自己 八,人才是熬出来的 人生有两宝 吃苦和吃亏 吃苦是一种财富 吃亏是一种智慧 现在吃的苦 就是为了以后不吃亏 现在不吃苦 以后必然要吃亏 九,本事是逼出来的 对自己狠一点 逼自己努力一点 只有逼一把自己 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再过五年,十年 你将会感谢今天 努力的自己 十,接受不能改变的 改变可以改变的 你改变不了环境 但可以改变自己 你改变不了事实 但可以改变态度 你改变不了过去 但可以改变现在 所以,从今天做起 加油,努力吧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 小燕说的对 别忘了点赞 并把本视频 分享到朋友圈 愿好运 长半年左右 谢谢大家 微信搜索 笑燕杂谈 XYZT333 样儿与您不见不散哦 XYZT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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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YZT333